南科毕竟它不像台北或新北 有捷運 有很便捷的交通 所以我認為這個時間還要再縮短 大概縮短到20分鐘的單程通勤距離 對南科的消費者而言是有意義的 結論就是如果開車要超過半小時 或者說20到30分鐘的時候 我認為那個地方如果再打著南科的話 可能就會 可能就要再商榷一點點 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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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距離南科最近的或所在地就是 台南的散化跟新市 那如果是永康 這三個行政區我都認為是很合理的 如果我們再往外擴到安南 也是可以的 特別是安南未來會有一個叫做 北外環的道路會通車 它可以大幅的縮短到南科的時間 所以到安南也是可以的 如果是在台南的西北 這個台南人就聽得懂了 西北 鄭文西以北這樣子 那幾個行政區如果要講說跟南科 如果有太緊密的連結 我會認為除非那個南科 他本身是西北人 他會比較有感覺這樣子 可是如果是對台南在地的那種 台南市在地的南科人 或者外地的南科人 西北可能是他們感覺的強度沒有那麼高 那你剛剛提到其實就像 善化新市或是永康 它是真的有吃到南科概念的區塊 沒錯 而且它是進水樓胎先得月這樣子 如果南科人要買的話 大體不拖這三個區塊 為什麼呢 你買在永康 人家會覺得不錯喔 就有民主耶 你買在上化 就要看那個小區域是哪裡這樣 如果是買到LM重化區 不錯喔 那邊全台那個繳穗的中位數排行 是全台第三名這樣子 那你如果買在新市 你如果買在新市市區或重化區 還不錯喔這樣子 所以這個三個地方是對南科的 這種剛性需求消費者是有意義的